白宫11月12日发布声明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会晤 将于美东时间11月15日晚间举行 在声明中白宫表示 继9月9日通话之后 两位领导人将讨论负责任管控美中之间竞争的方式 以及在双方利益交织领域合作的方式 白宫称 拜登将清晰阐明美国的意图和优先事项 并就美国对中国的关切坦诚相告 另外白宫官员披露 气候贸易和扩散这三个华盛顿希望与北京合作的领域 以及台湾网络安全等议题将在元首峰会中被讨论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日表示 中方正与美方就两国元首视频会晤的安排保持密切沟通 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回答媒体提问时 呼吁美方努力确保会晤取得成功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两次应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 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 目前中美双方正就元首会晤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力 推动中美元首会晤取得成功 引领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汪文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